在高雄山林大爱园区 今天周末假期 有一场热闹的阳光感恩餐会 住在园区里的汉民和原住民家庭 各自端出自己的拿手料理 从金瓜馒头到风味原住民餐 让人食指大动 其中还有一位住户 推出了专门要送给慈禧人的一道菜 菜名叫做雪中送炭 一大早 唐妈妈的厨房就传来豆浆的香气 为了山林园区的阳光感恩餐会 她起了个大早忙着张罗 点心啊 煎包 菜包 馒头 金瓜馒头 还有金瓜馒头 这些包子馒头都是她一个人做的 而另外这边方阿嬷家 自己种植的地瓜叶南瓜 还有红豆米糕也差不多做好了 等一下也要送去餐会现场 这时候喜乐广场已经摆满了许多素食好菜 看了忍不住食指大动 园区里住有汉民也有原住民 大家发挥自己的巧思 制作素食料理 而其中田童馨夫妻本来就是厨师 这些菜名是特别送给自己 雪中送炭 就是说在我们八八水栽 搬到鹿京官校的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 那个接触我们的就是慈忌人 给我们有一个好像 有一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向 很甜甜蜜蜜呢 里面有爱意也有金黄 很浩大的工程 但是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 应该是很多人带来帮忙 没想到素食也可以这么好吃 刚好有民众来参访山林园区 吃到乡亲们自己料理的素食 独特的风味餐让他们难以忘怀 而乡亲们在活动中的互动 也越来越融洽了 大新闻人文真善美秋碧霞 刘静岭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